现在下的真的是雪 看我帽子上真的是雪耶 下雪了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但是还好没有寒风刺骨的感觉 下班了天已经黑了 而且你看今天白天真的有下雪耶 外面的这些圣诞树都摆满了雪花 而且今天收到一双新的鞋子 因为每天上班走很多路 所以公司每半年会免费送你一双鞋子 你可以自己选型号还有尺寸大小什么的 因为前面挡风玻璃一片冰根本就看不清 而且我也没有带铲雪的那个刷子 嗨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 因为正好今天明天两天休息 所以明天呢就是去给姐姐打工 上午就在家里面收拾了一下 简单的打包了一些行李 因为今天晚上会住到婆婆家 这里面就是一些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 然后这个是明天工作要用到的包包 然后这里面有给婆婆带的一些吃的 当然还要带上这个snow brush 因为怕它下雪 我现在其实马上就快到婆婆家了 我只需要从这个小路上到山顶就可以 但是我的车因为是非常老旧的车 而且又没有换雪地轮胎 主要是山上因为比较冷 所以冰面都已经结冰了很打滑 我现在在半山腰上 上不去了怎么办 就前面那么一点点的坡 我的车现在上不去了 我要退下去吗 我现在在倒车 试一下好不好加油宝贝加油 加油加油宝贝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什么声音 我的天啊 我这个小破车终于把这个 我这个小破车终于上山了 你能看到外面现在有两只鹿吗 有一只是真鹿 有一只是假鹿 又宽敞又明亮 一英俱全很方便 我们吃完晚饭收拾完餐局 然后我现在在楼上 我们上的这个房间里住 然后婆婆她们住楼下 再准备再熟悉一下 学习一下 就是明天要用到的一些材料 然后一些产品的介绍什么的 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好多专有名次 我一开始是不认识的 后来知道 即使知道了意思 但是因为很少用 我又怕发音不对 然后刚才老公的姐姐发了一条信息 说明天一定要穿的超级暖和 因为是在室外工作 会很冷 要戴帽子戴手套 然后穿暖和的鞋子 还有大衣 但是我没戴手套和帽子 我已经好久没有穿过秋裤了 所以我明天会穿一条 就是优衣裤的一个 一个保暖的那种秋裤 应该会比较郁寒吧 其实明天的这个秀呢 其实是当地的一个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集市 所以各种小摊范 属于我们就属于一个vonder嘛 各种小摊范 会有一个自己的 会有自己的一个帐篷 然后你在里面 可以卖一些自己特色的产品 我希望明天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已经了解产品的 所以知道买什么 就直接买 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 因为我会紧张 早上好 现在是还不到七点 所以早早起床 现在外面天刚刚亮 这是早上的咖啡 以及一片 然后以及一块小蛋糕 这个很好吃哦 这是婆婆自己做的一种小蛋糕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然后外面很冷很冷 所以我现在推着我们的小车 这是今天姐姐的两个摊位 然后我们来的比较早 里面的这些转式架子都摆起来 那这个集市上其实有很多摊位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入口 然后外面也有很多 然后这个粗粗的管子 然后外面有一个类似于空调的东西吧 然后这个就是往里面输入暖气的 所以不是特别冷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还可以 货架摆完了 然后灯也亮起来了 希望今天的生意新萌 这边呢是一些sofen shampo管 然后这个也是我一直在用的 用这种 用这个loofah bag洗澡的时候 用很方便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lotion 然后上面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身体乳非常非常的滋润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买一些礼物包装 然后这边是一些防晒 这边是一些洗面奶 还有一些通纳 前面的展排 这边是身体的磨砂膏 这边是唇膏 开始工作啦 那这个集市是十点开门 现在九点钟 我正在熟悉这个收钱的软件 因为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 这个很方便 你直接用手机就可以 比如说找到顾客买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直接点一下 比如说 假如说他买了这个scrub 可以选择他买的是什么口味的 然后有多少个 然后这个税也是直接有的 就可以直接用信用卡 或者是现金收钱 我才几个月没有给姐姐工作 现在的产品已经有这么多 因为今天是周六 所以人肯定会很多很忙 所以他今天有 我们一共是三个人 在这个小boost里面工作 现在是我的休息 所以我来逛一下 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 然后可以当做圣诞节的礼物 大部分是手工艺产品 来自煸的 有处理 有什么意思 这些小时 一开小时 那一开小时 一开小时 一开小时 吃大小时 放散 Bridget 来自家 回家了 现在婆婆做好了晚餐 I don't know We might need a bowl Everything looks great Thank you for cooking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My pleasure 不是刚刚到家 现在是晚上9点42 我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 回来以后发现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老公好像没有 做什么打扫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我们打扫家里 也是就是一人一半 比如说这个星期我打扫 那下个星期他打扫 这样子就是比较公平 其实今天在那个 类似于展销会的工作时间 是从早上 我七点多一点出发 然后到那里算是八点吧 到八点到下午的六点 多一点点 其实也是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然后基本上就是占了十个小时 除非你是比如说去上厕所的时间 或者是你有一个休息午饭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基本上就占一天 不感觉现在占一天 或者走一天已经习惯了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很累 那个小腿还有脚或者勾都特别疼 其实今天生意很好 因为大家都在为圣诞节准备提前买礼物 而且大家心情都很好 你能看到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顾客买东西 即使你是笑脸相迎 但是有的人就 嗯 爱搭不理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好像我不太受尊重 但是今天大家心情都特别好 然后都很热情 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而且今天工作其实稍微算是轻松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那两个大的帐篷 不需要今天早上把它织起来 然后晚上再把它折起来收走 而是今天晚上可以留在那里 因为明天还有一天 但是因为我明天要上班 所以我明天就不过去 但是呢 明天他们两个人就需要把所有的产品 首先要打包带回去 然后那个帐篷其实也是他自己的 那个帐篷其实都是钢的那种支架 就是你是怎么把它打 就是地基打到地下的 或者是你怎么 或者你怎么固定的 你就要再把它怎么拆出来 所以光是这个装饰的工作 还有这个拆卸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是以前就是我们两个女生 就是做这样的体力活动 我有时候累得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老公的姐姐非常强壮 她现在就是在很快速的时间内 直接把这个帐篷给织起来 或者是很快的时间 然后再把它收起来 真的是我的榜样 为她的生意好 我也为她感到开心 其实我今天还从她那里买了一样东西 因为我想送给一位同事的 就是我同事去意大利玩 然后她给我带了礼物 我觉得如果不送给她什么一点礼物 回礼的话 我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从姐姐公司里面买东西的话 其实她是给我有一个员工折扣的 所以其实也是很正规的了 比如说我给她打工 她会给我按小时发工资 然后也要签合同 交税什么的 是非常正规的 然后这个是我今天买的一个小礼物 是我准备送给同事的 然后打开以后是这样子的 是Flower City Lilac Lalac就是丁香花的意思 然后丁香花 以及这个标志呢 就是罗车斯特的一个标志 所以它是用丁香花里面提起出来的这种香味 以及其他的它自己种植的一些 就是植物萃取类的东西 做的一种纯天然的香皂 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丁香花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另外一个跟它配套的呢 是Body Scrub 就是Body Scrub 就是身体的抹沙膏 然后也是丁香花味道的 那这个它的身体抹沙膏 其实是以糖为基础的 所以有一些精油 还有糖粒 以及这个丁香花 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纯的植物油之类的 它是非常非常滋润的 所以如果我用它的身体抹沙膏 我洗完澡之后 我是不需要再擦身体乳的 而且我本身皮肤就比较干 但是我会觉得很滋润 然后很舒服 其实我挺佩服姐姐的 因为所有的植物萃取类的植物呢 是它自己在花园里面种的 它的包装呢 是它自己在工厂里面一个一个手工做的 因为它现在不想雇用太多的员工 因为成本比较高 这样的话也比较节省钱 好了 那这几天的Vlog就是这样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也祝你们充实愉快 我们下一个Vlog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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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